國際巨星周杰倫今天在台北大巨蛋開唱 沒想到有粉絲好不容易搶到演唱會的門票 卻在開演前的兩個小時左右 不見了他嚇得趕緊打電話報案 讓我們看一下當時的情形 那原本是有買到兩張票這樣子 就是今天的票 原本放在我的袋子裡面 然後我還做了三個票套 然後有一個就不見了 我故意這樣子做三個 因為我怕有被偷走 只剩票套而已 穿鴿子外套的男子報警求救 就說演唱會的門票真的很難搶 還特地做了三張票卡 就是怕被偷 沒想到一陣混亂門票不見了 他的臉也都屢了 周杰倫人氣相當的旺 來自各界的藝人 這陣花藍 小孩子 蕭雅璇 張學友通通都有 而費玉琳還特別打造了 一個銀色的麥克風 比例是700比1的台北大巨蛋 預祝周杰倫演唱會大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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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